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好 现在在医疗服务上 很多时候有些听众或病人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西医方面都很大机会 叫他们要做手术 要做一些切除 但是也都知道 很多时候做完手术之后 很多后遗症都出现了 袁医生 你在临床上 其实会不会有一些 我们的健康医疗或者同类疗剂里面 是可以帮到这些病人 手术后的后遗症 减除他们 或者是可以怎样帮到他们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在远代医疗 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地方 就是有所谓叫做无菌手术 因为我自从发明了麻醉药 止痛药之后 现在进行的手术 就会比较容易很多 也可以这样说 比较普及的 相信也有很多人 都在一生里面都有机会 可能是经历过手术 要做手术 但是大部分人以为手术 只不过是一个 一个硬性的治疗 就是拿刀切掉它 接着就缝了它 割了一些东西 薄了一些东西 他们会用同类疗法来处理 是 即是说 除了手术做得好不好之外 如果你是懂得采用同类疗法 你可以使手术 顺利 和减低后遗症 还有呢 如果万一 有时都是很难避免的 手术之后 都有些后遗症的 有些什么方法处理它呢 原来在同类疗法这方面 是非常的效果 是非常之惊人 非常之好的 OK 我记忆 十几年前 我知道有个朋友 是个邻居来的 他就 喜欢踩电单车 有一次在电单车 又在电单车 在附近 就不小心被达车撞到他的脚 嗯 他就进了马里医院 是 就发现是碎了很多地方 所以当年也要做一个手术 是 但是他做了手术之后呢 他很多个月都出不了院的 嗯 原来呢 他那个 伤后呢 那些骨是 即是没有缝合得好 嗯 即是他又不是那么大型的 但是总之呢 他的骨是没有缝合到的 嗯 所以他就整天在医院里住了很久 那在 在 我们的同类疗法的 的档案里面的经历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好的疗剂 相信呢 上过我的课堂 或者听我们节目的 或者我们过去的 我们的病人呢 很多都听过一个疗剂是什么 是三阿尼克 嗯 三甘斜 三甘斜 是 这个呢 如果大家呢 什么都不记得 哈哈 在同类疗法 你 你只是懂得一个疗剂呢 嗯 那么其实呢 你最主要最有效 最容易用得着的疗剂呢 就是三甘斜 嗯 因为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学校经常都在说的 如果你要 要说服一些人呢 相信同类疗法呢 嗯 其实最有效的疗剂呢 就是 三甘斜 嗯 因为三甘斜 有些创伤啊 撞到啊 乱晒啊 那些呢 那个疗效呢 是快速度呢 是 驚人的 是 就是说是几分钟 咦 那些疗都没有了 那我自己呢 都是 试过啦 有时候去整牙 对不对 那牙医整牙 也有时候要刮啦 又要 其实很多牙肉的创伤 就是会 创伤到牙肉 那回来之后呢 那些麻醉药 当然慢慢过气 过气了 那你开始会痛的 那我通常呢 就是 通常呢 牙医都会给些 止痛药 或者抗生素 那当然我牙医 认识我啦 他知道我不会用的了 我没有需要的了 那我通常呢 就会 在手术之后呢 那 当我的牙肉呢 还是麻麻備備 因为始终那个麻醉药 还没过 过了 那就是麻麻的 我默默都知道 都不是你的牙医 那 那时候呢 都是有一些不适 你知道呢 都是有一些 乳痛痛的 乳怨痛痛的 那些感觉 那我就会吃一劲 疗劲 就是吃个生金车 是 那我通常吃三十四的 就是不需要很高分量的 是 那我就会三十四一吃呢 大概在一两分钟之内呢 你会直接觉得呢 那种感觉呢 就是牙的感觉呢 麻麻痺痺痺痛的感觉呢 就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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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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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一两分钟 几分钟呢 是完全没有了 那种感觉呢 就是好像你没有做过手术那种感觉 就是你的牙医是有可能的感觉 就是正常那种感觉 但是没有冤痛、乳痛、麻醉那种感觉 那所以呢 我们很多很多病人呢 都是呢 就是用同类疗法呢 他都是呢 就是 整天都是 整天都是用着生金车的 嗯 那其实阿尼克的效果很好 是的 很多人都很適用 很多人都很適用 所以呢 我们听众呢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记得呢 记住呢 你先拿着生金车 都会一方面 很多方面的用得到的 那我们 譬如万一这样 我们要做手术了 那有些什么可以预防呢 令到你的手术呢 就是 创伤没有那么大呢 是 那很多人呢 都会懂得呢 就用生金车的 即使这个生金车 是可以 就是 手术之前的时候 都可以先用 没错了 没错了 他通常呢 就在手术之前呢 就每两个钟头到六个钟头 即是手术之前 两个钟头呢 就吃它 吃它几剂的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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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呢 吃它 就是吃几剂的 就做手术了 手术之后呢 又要继续吃了 吃多两天 那这个呢 因为始终的手术呢 一定是 乳乳乳软啊 嗯 那些软组织啊 血管啊 一定有破坏到的 那所以我们都会用呢 就是用生金车 200C 啊 就是比较高分量都ok的 嗯 那手术之前呢 就吃它一剂 啊 吃它一剂 或者两剂 那呢 就跟着之后呢 就又是这样 啊 一天吃它三次 啊 吃它两天 那你会发现呢 你的手术呢 会康复得很好的 嗯 是 那你会发现呢 真的是很神奇的 嗯 那 分量方面呢 如果你做的手术呢 就是大一点的手术啊 是 比如你做个宽关节 啊 宽关节手术 啊 要要要要换的 那通常呢 我就会那个生金车的分量呢 会高一点的 嗯 用200C啊 1M啊 甚至10M这样的 那你会发现呢 在这种用生金车之下呢 那都很多病人呢 是完全没有痛楚的 嗯 一点都不觉得痛 是很神奇的 是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手术 来的啊 是呀 都有的经验 有家人 就是听到有人的经验呢 尤其是做骨的那些手术呢 是 之后是 麻醉一过了 是痛得很紧要的 是啊 没错了 那所以生金车 对这些这样的外科骨的手术呢 关节呢 是很好很好好的 那但当然呢 那我们啊 啊 除了这个的痛那个问题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后遗症的 嗯 比如有时候会出血都很厉害啦 流血不停啦 有时候也都感染啦 有时候可能整个人呢 就是直接呢 可以这样说呢 是 即是昏迷了 的 我都会有的 嗯 所以在我们同学疗法的 那个 那个 经验里面 还有我们那个同学疗法的 我们叫repertory呢 所以叫做治疗的搜查里面 是 我有记录很多的 那我先和大家呢 就是分享一部分 就是让你知道啊 就是我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呢 其实我有不同的疗剂的 是啊 好像刚才你提过啦 有些就是 就是除了知道 就是做骨的手术呢 会很痛啦 那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 就是 印象之中 好像我生BB那样 我两位BB 就是两个女儿 都是用开刀手术去生 第一位的时候 就未认识完医生啦 那我印象之中 记得呢 就是 开完肚子之后呢 哇 那段时间呢 整个肚子是冤痛到呢 和呢 你少少呼吸大力一点 那些什么都好像扯了 好像裂开的 那但是到生第二个的时候 已经认识了袁医生啦 那我印象之中 是有吃到那些疗剂的那些东西呢 那些东西呢 那些护士觉得我的行动呢 那麻醉约一结完之后 那些行动呢 是非常的迅速啊 是完全都不觉得是这样的 那除了这些的时候 刚才提过呢 还有其他的情况啦 有些被做手术的人士 可能就出现了一些 好像昏迷的状态啊 那些东西的时候 那袁医生可不可以帮你 介绍一下一些 就是疗剂呢 可以怎么样 在不同的情况之后 帮助一下他们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那种情况之下 是 就是什么情况之下呢 我们有疗剂的 是的 那譬如呢 譬如呢 譬如有些人呢 是因为做了眼的手术呢 嗯 就整个情绪呢 是变成了帖斯底里 就是很有趣的啊 嗯 记住 眼的手术之后呢 那些人呢 情绪呢 变成了帖斯底里的 那我就有疗剂的 是 那些人呢 做了某种手术之后呢 眼就出现白内障 哦 记住 这个白内障 因为做了手术之后出现的 是的 那也都有一样的时候呢 那眼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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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血 血 那也都是 那 那眼呢 就是 本身受了伤的 那也都有一样时候呢 那也都有一样时候呢 因为手术之后呢 那眼呢 就痛 是消心的痛的 那有不同的疗剂 那也都有一些情况之下呢 那 那个 手术之后呢 就流皮血 嗯 或者手术之后呢 那个 那个 薄命打抑 或者手术之后呢 觉得个人呢 就很作悶 或者手术之后呢 觉得嘔 或者 有些情况之下呢 手术之后呢 觉得呢 那个 腹部呢 那些气呢 是塞住了 薄命放屁 那些气放不出 就顶得很痛 那也都有一些 有些情况呢 因为手术之后呢 腹部里面呢 那些疙瘩呢 就是腸黏在一起 嗯 那产生了痛楚 那也都有一些 因为手术之后呢 腹部会痛起来的 那也都有一些时候呢 因为做了手术呢 开始呢 是严重便秘 嗯 那也都有人呢 因为手术之后呢 那些疙瘩呢 那些疙瘩呢 就会失去刺激 或者呢 那些疙瘩呢 就是疙瘩 就是没有力 嗯 也都有一些情况呢 是手术之后呢 膀胱呢 那些疙瘩呢 就是疙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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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疙瘩了 就是疙瘩了 就是会漏尿 就是控制不了 那也有些呢 就是会痰瘩的 好了 那也有些情况呢 就是手术之后呢 就胸部呢 是出现痛呢 还有那个漏 就是那个 有漏的现象出现的 那也都有很多人呢 就手术之后呢 就睡不了了 失眠了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手术之后呢 就是整体性的流血了 那就是你看到呢 就是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 有些人手术之后呢 那些人都虚弱了 这样子之类 嗯嗯 那刚才袁医医生 都和我们提过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一些手术 或者每一次手术之后呢 其实呢 可能会引发到 刚才说过 成十几二十种 那些的情况呢 会出现了在手术之后 都不要说 有怎样的后遗症了 就是这些情形呢 都会出现了的时候 那这一节时间 我们差不多了 一会儿回来 我们继续 我们的治疗法与理 今天的题目就是 手术后遗症的同类疗剂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就去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摘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那么繁忙的时候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 已经是有一些摘地器的产品呢 那么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已经一路一路呢 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摘地器的治疗了 摘地器的产品呢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理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手术后遗症的同类疗剂 原医生 上一节呢 你又帮我们呢 是讲解过 介绍过呢 就是一些手术后出现了 一些不同不同类型的情况啊 那样 那可不可以实际一点呢 介绍一下给我们听呢 就是有些什么的疗剂呢 可以对于呢 有不同的那些的情况出现了的时候呢 让我们的听众呢 都可以呢 认识到一下的 那以下来 原医生介绍的疗剂呢 其实可以呢 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啊 或者我们的大康自然健康诊所里面呢 都可以呢 是购买得到的 麻烦原医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啦 那当然呢 首要的疗剂就是那个阿尼卡 上甘车啦 就是曾经说了 手术之前 手术之后 就是有理无理 用了它先 是都可以用了它 那好啦 那通常呢 阿尼卡用在哪一类的手术的创伤呢 那通常呢 是你肌肉的方面 有胛胛扯扯啊 就是肌肉的创伤的 那通常那个感觉上呢 就觉得好像很鸢鱼的 就是好像被人打过一身那样 那通常呢 那病人呢 就是在那个鸢鱼那里呢 他是很怕人碰到他 不要动他呀 不要撞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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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 那很多时候呢 你会看到呢 他是会有很多乳血滲出来的 甚至乎呢 就是有血流 总之血管漏 微酸血管漏是有关系的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用在那些骨科的手术 就是这手的 宽关节骨科手术呢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用呢 就是那些什么呢 是外科整容手术 是 就是这方面的 那 就是跟软组织的 拔斜有关的 这个就是Arnica 如果大家什么都不记得呢 只记得这一只 已经很好用了 那第二只和大家介绍呢 就是Baris Perrinus 这个是英国初谷 那这个通常呢 那个受伤的创伤的部位呢 是身体软组织的 譬如肝脏啊 皮脏啊 子宫啊 那这样 譬如有时候呢 那些人做了那个 切除子宫手术 跟着就很痛很痛 或者做了这些盆腔镜的 检查手术 跟着就很痛很痛 那通常呢 这种的就是身体内臟 就是器官内臟 那你曾经所说的 譬如那个去生小朋友 那当然小朋友 外科一定会割到 是 是 但是呢 子宫都被人都开过的 那有时候呢 譬如你用了阿尼卡 觉得呢 就好了 但是不够好 还是有痛 譬如好了一半 死了两三天之后 还是有一半痛 那你就可以考虑呢 就用Baris Perrinus 因为这个是深入一点的 身体的 软器官的受伤的 那通常呢 也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那个出现呢 是腹部啊 腹腔啊 还有那个 陰缸那里呢 就是比喇那里呢 是很多些 琳巴结 肿脏了出来 那遇到这个呢 这个疗势呢 就是Baris Perrinus 英国错曲 是 好了 另外一个疗势呢 就是轮了 OK 轮的人呢 是很敏感的 就是 还有呢 是很怕手术的 或者他听到 他就 哇 好像很害怕 那还有呢 轮的人呢 通常呢 是很容易出血的 尤其是手术之后呢 那些血呢 就是不停不住的 是 或者是拔了牙之后 那些血不肯定 那用一用 那虽然用到阿尼卡 都还是流血很厉害 那轮呢 就是对子血也很有用 是 那还有呢 轮的人呢 性格都是这样的 就是很紧张的 那还有呢 很多人呢 轮的应用呢 比如你是手术 当然有时候要用麻醉药 好了 那麻醉药之后呢 他根本整个人就温温等等 就是失去方向 特别害怕 又作呕作悶 还有个人很软弱 因为麻醉药的後悟症 这个呢 这是用淋 SiemoulIN 来消檢 好了 然后呢 另外一种叫 ожалуй Staphisagria 非燃草 Staphisagria Staphisagria通常用在 用一些尖銳器皿 裹裹裹过的地方 当然了 就很大机会这样 对不对 手术来一些是尖銳性 brakes 裹裹裹裹 过了之后,手术的刀痕很痛 可能发现刀痕又红了,好像康复都很差 这是刀痕的出现 有时候,例如做膀胱窥镜 尿道膀胱窥镜做了之后,尿管手术之后 或者很多时候,孕妇刀痕时 会被人刀痕的阴部 这些都是尖锐的器皿,是清晰的切了 这种刀痕的痛楚,尿剂是非现草 例如手术之后,手术后,很久都不能够回来 应该一段时间很快,但也不够 记住,你可能试过阿尼卡,不可以 这样,就能试过斯阿菲萨 另外一种疗剂是Strontium,是C 这个疗剂是surgeon的carbovage 即是有很多气 主要的症状就是病人崩溃了 手了之后整个人都坦了,崩溃了,冬冰冰 好像就快没有气 很多时候有些人要用呼吸机来帮助 做了之后,肯定是不醒的,纷纷迷迷 这个时候好像气不够 这个可以想起是Strontium,是C 另外一个疗剂就是比较少用 但都需要用的 就是烏头,Aquinite 烏头通常人们是很惊怕的 差不多是慌张的 一想到要做手术,就发到疫情都发疯了 跟轮有点不同 轮整体都是怕害怕的人,很敏感 但是烏头是很慌张的 他觉得不行不行,我去了,我会死的 这种意念的疗剂就是烏头 另外一种是Bismuth Bismuth 通常是做了开伏的手术 之后就很痛,抽得很厉害 或者是对一些手术之后很严重的恶心和嘔吐 好了,接着就是Bionia Bionia的痛,手术之后痛到不敢动 一动就很辛苦,而且有作门 Bionia的病人通常会特别口渴,口干 有时候可能是干,但不口渴都会有的 尤其是用在做盲腸手术 盲腸手术之后,通常会不想动 或者有时候,比如说外科骨手术 吃了生甘车,但仍未好得完 症状不太想动,但仍未好痛 这个也是Bionia的 接着就是Calandula,金盏花 相信大家都知道 金盏花是用在一些刀痕那里 眼睛还是有些肾的 有些肾液和肾血 总之不能复养 或者是伤口开始发炎 有些开始发炎,出浓了 所以用金盏花 另外一种就是Carboanimalis 动物碳 通常在腹腔的手术之后 出现那种烧的痛 还有腹部脏都很厉害 坐着就很不舒服 躺着就要放屁,大力压一下 这种脏痛就舒服了 接着就是Carbovegetabinus 植物碳 跟刚才的动物碳有些不同 植物碳通常都是手术之后 手术之后的人整个人都累了 凉了、凉了、凉了 崩溃了、崩溃了 跟刚才的屁股有些相似 最主要是他的腹部 是脏气脏得很厉害的 不断地弱气的 弱了之后就舒服些 还有吃了一点凉东西就不行了 一吃了凉东西又气脏了 有些人也是的 手术之后就有这些问题出现了 还有他很怕是关闭的房间 觉得很害怕啊 好像不够气啊 感觉 好了 再介绍多一点 Costicum 就是� netscocvic 通常人 czyli扫脏后 黄肝瘴也有跨不出来 同时いるicosticum 就是加冰碑 Costicum也是一种主性的疗状 另外另外一款是caam millones 要说 cases 就是培瓜 手术之后的人常会很稳似的 特别难搞,不可以碰它,不可以看它 总之是很难搞,很难服侍 尤其是小朋友,什么人都好 有这些情况可以理解 另外一种是China,China是甘鸡腊 甘鸡腊手术之后,人们的异常是很紧疹 而且很容易痛,而且腸气困住了 有时谷住,不出,不能放 也可能因为它出了血,手术里流血比较多 人们觉得很虚弱 接着是黄素氢,Jocemium Jocemium也是很怕手术的 与烏头和轮都是这样,很怕手术 想着就不想着就害怕 最主要就是后遗症 手术之后很虚弱,虚弱得来的脚是震震的 没有浪费力,整个腾震震的 这个就是黄素氢的症状 另外一种就是Hepericum,金丝图 Hepericum通常手术之后是异常痛 神经方面尤其是 或者是胃的手术,或者是性器官的手术 或者是膀胱的手术 之后是痛得很厉害的 这个是Hepericum,金丝图 或者是眼科的手术 眼部手术之后是异常地痛的 或者手术的部位出现好像针刺 或者射痛的 还有一个情况可以用 譬如我们叫做幽魂腿的痛 譬如有些人切了脂 切了手,切了脚一部分 但他经常觉得 切了的地方还是很痛的 好像那只脚还在 以前可能是脚痛,但已经切了了 但他仍然觉得那只脚还是很像以前那种脚痛 这种叫做Vatum Limp Pain 即是幽魂腿的脚痛 接着迷迭香 Lidum 迷迭香通常用在伤口发了炎 出浓,发发种种 但是感觉上摸下去是冷的 一般发炎都是会热的 但是迷迭香的发炎的患处是冷的 而且是冻肤比热肤舒服的 冰袋肤舒服一点,没那么痛 接着是马前子 马前子的人都很紧疹 没有耐性 手术的时候 总是畅于敏振的 敏得也是怕冻 尤其是手术之后 特别之后怕冻 怎样都会暖不回 还有腹部痛 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有便秘 想摸,又摸不到 但是又急 其实很多便秘都是这种形 疗剂都是马前子为 最有机会议得到 接着是Opium 鸦片 当然是同学疗派的鸦片 和一般的鸦片是不同的 症状就是 那人就是外外祭祭 手术之后 慢慢地睡,常常不醒 睡是大的鼻寒上 总之是温温顿顿不醒的 手术的麻醉就过了 为什么都不醒呢 可能一天两天都不醒 就昏迷了 那就可以想一下 有时睡得很软 还有睡到鼻寒声很大声 这个就是鸦片的阵型 也有时候 这些病人 手术之后 经常是一种惊慌的 他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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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过去有一段事故 令到他害怕 事后 他想起来都是害怕的 有时候这些 经方症 都是一个好疗势 也都是用在那里 膀胱手术之后 痰瘫了 用不了 好了 接下来就是热源 Pyrogenium 热源 通常就是感染 就是感染的 初期就是坏血病 就是很严重的感染 通常你看到 伤口就臭了 很深红 高烧 和周身很冤痛 这些是我们叫做 血感染 Septasemia 是败血病 是很严重的 但我们也有疗势 Pyrogenium 接下来就有一种疗势 叫做Ravenous 是萝卜 是黑萝卜 通常那些人 就是手术之后 尤其是那个 手术之后 那条肠是失了的 就是失了的气 就脏了在这里 当然也会很痛 痛的部位 可能在脾胃的地方 和大肠方面 是失了 是有痛 这种是Ravenous 这个症状 最后一种疗势 就会听到 Bisチェ işte 阿 那有一個症状 是慢慢痛的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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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又抻右边 即是一种很有趣的症状 石头的人都觉得很累 而且不够气 走一些路去洗手间都是没气的 这就是Stenham的症状 跟大家介绍了差不多20只疗剂 大家可以在坏的时候自己温一温 如果家人、有任何人、朋友 有机会去做手术 我觉得可以对症下药 当然最简单的疗剂 你什么都不懂用 起码用了最初的就是Anecas 这个是最后用的 有机会用了Anecas 后卫症也不会出现 是 如果刚才医生解释的时候 我也分享了我的经验 我发觉当我生第二个婴儿的时候 袁先生有给疗剂 我自己也有用 在那个情况上 比起第一次生个婴儿的时候 那些复原的状况是快很多 是好很多的 完全都不觉得 就是好像之前 我差不多整个星期 好像躺在床上都不能动 第一个当时 虽然同学疗法 今时今日属于第二大医疗 有七十几个国家 是有政府认可的同学疗法医生的 譬如这些国家 譬如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 它其实是有同学疗法医学院的 是 有百多间的 当然 在一个这么普遍的时候 同学疗法医生 就是不需要你不相信 但始终也有很多人 就是对质疗同学疗法 主要原因是 它说同学疗法医生是稀释到的 我都承认的 我们不用骗你的 是真的稀释的 稀释到的分量 是稀释到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物质的 一粒原子的成分都不会有的 所以有些人说 稀释的东西是没有东西的 是不是生理作用 如果大家是真的想尝试 同学疗法医生的威蠻的地方 令你信服 就是这些这样的创伤 手术后的 这也不能压 肯定你不是心理作用的病 肯定是切切实实在在的痛苦 你要看你用这些疗法医生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真的快到你不可以相信 有时候几分钟的问题 可能缠绕了你很久的问题 可能很短时间 可能一日半日 或者是十来半个小时 就好了 到时候你真的要经历到 和尿法那个威蠻的地方 在这些这样的场合 创伤性的问题 手术后的后遗症 你去试吧 你会发现到 原来这个地球上 有这么好的医疗 而是被很多人遗忘了 没有机会到 是可以好好的去应用得到的 当然是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 都可以采用了 就是我们以来在原网台说的那些特写 那些东西 就可能令到大家都保持到的健康 就不一定需要的 但是知识我们一定要有 在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一些疗剂 当然 今时今日 大家都是最关注的就是新冠 新冠的肺炎 怎么办呢 在我们这个同行的交流 也很多医生在不同的地方 是用痛的疗法治疗 嗯 其实我们最大 最有机会见到 今次新冠的病状呢 就是会喉咙痛 是 肝痛 是 肝咳 有少少气喘 那当然 可能是有烧 和身体冤痛 那 那个疗剂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 我们的同行的经验呢 那个疗剂呢 就是那个Bione B-R-Y-O-N-I-A Bione 那个是什么 叫做 白蛇根 白蛇根 是白蛇根 英文白蛇根 当然了 我们这些疗剂呢 我们予训所有的了 所有都有了 那陆上健康店都有了 但是我们有很多海外的听众 OK 如果发现呢 或者他的家附近 没有的 买不到 那我们都有网上的 是我们有的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那里 可以呢 是 有连结到 我们有个 就是网上购物的 一些疗剂都可以 可以购买得到的 那当然啦 那刚才说呢 希望就是说 真的呢 除了现在这个新冠病毒 大家要 保持最高境界的健康 不要被他受到感染 或者真的不要受到感染 有时候我们用适当的办法处理之外呢 那都希望呢 大家听众呢 就真的 一生之中呢 虽然可能都会经历 但是希望都不用经历过手术 而真的要经历过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 袁医生 已经介绍了二十几只疗剂了 之前之后 我们都可以呢 是用这些疗剂来帮助了 不会出现了你的后遗症 甚至乎呢 可以令到你那个手术的效果呢 康复呢 快点 更加快点 重参回那个健康的状况之下 那现在刚才也都提过了 我们的疗剂呢 可以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或者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那里呢 都可以购买得到的了 甚至乎 亦都在网上 亦都可以购买得到的了 那最主要呢 所有的问题呢 都要及早医治的 那如果真是 不了解自己是什么状况 因为刚才说的时候呢 都有一些状况 好像一些情景 可能呢 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的时候呢 那最终呢 当然了 可以来呢 和余医生做一个的诊证 让余医生帮大家呢 去将那个健康呢 一步一步呢 去到一个最高的那个境界 而得到呢 是真的可以呢 是快乐的人生的了 好 今天多谢余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回诊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又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 陆创意健康店的网址 3w.helthshop.com.hk